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底之前在平壤举行会谈 讨论结束朝鲜威胁性和计划的问题 这一发展给解决朝核危机带来谨慎乐观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访问非洲国家吉普提期间 对记者讲话说 川普总统已经决定与金正恩会面 他说 川普总统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表示 他可以谈判 愿意在所有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与金正恩见面 蒂勒森说 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美朝可能就无核化展开谈判的前景将会使得 朝鲜过去两年来加速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 带来的紧张局势显著缓和 朝鲜也在努力发展对准美国大陆城市的 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作战能力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警告朝鲜说 与川普总统会面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试图耍弄他 这位参议员说 如果你这样做 那将带来你和你的政权的终结 1994年朝鲜核危机期间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罗伯特·盖洛奇说 朝鲜的邀请是一个出人意料 但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 他补充说 如果两国政府的代表能够见面 并能最终召开一次峰会 这将意味着缓和紧张局势和降低战争风险的实质性进展 川普总统立主的最大压力政策带来 国际社会在2017年对朝鲜实施前所未有的强硬制裁 制裁包括禁止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朝鲜煤炭 铁矿石 服装和海产品出口 川普政府还强调愿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消除和威胁 韩国国家安全市长郑义荣周四表示 朝鲜领导人不反对恢复预计在4月份开始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针对朝鲜称愿与美国会谈有人表示谨慎的乐观 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 平壤以前一直多次违反要其结束核计划 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的协议 朝鲜可能试图寻求以冻结其目前的核武库换取清减制裁 而迟迟不对解除其核能力做出重大行动 估计朝鲜有13到30个核武器 以及数百个中远程导弹 共和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罗伊斯说 金正恩希望谈判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实施的制裁开始奏效 他说美国和韩国必须为和平解决朝核威胁并肩展开持续压力 同时北京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朝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 安倍周四与川普谈话时 称赞他持强硬立场的领导迫使平壤改变 安倍表示他计划下个月访问华盛顿 以川普讨论与朝鲜的这次峰会 至于峰会要达成的结果目前还不完全清晰 华盛顿希望平壤解除其核计划 但是朝鲜长期以来对达到无核化的要求 包括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 以及美国撤销使用核武库来捍卫该地区美国盟友的承诺 川普总统一直在批评前任克林顿 布什和奥巴马等人的政府 一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朝鲜核威胁 却迟迟没有任何实质结果的努力 前政府的说辞是 过去的协议放慢了朝鲜发展核能力的脚步 但实际上平壤一直在秘密地继续努力发展 并违背了承诺拆除其核设施的协议 中国人大正在开会预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被外界视作是习近平称递的第一步 有中国海外留学生发起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运动 反对这项即将赋予习近平至高权力的修宪案 台湾自由时报引述美国学术刊物外交政策的报道说 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反修宪组织 3月1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正式展开此运动 在学校的公告栏贴上第一张反对习近平的海报 报道指出 同样的反习海报两天后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 一周后 这项运动已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澳洲及英国的9所大学 反对修宪的学生表示 一个从未被人民直接选中的人 却能享受终生任期并且实独裁之时 这并非中国人民所乐见 发起行动的年轻中国留学生选择 我不同意作为主题标签之一 同时采用《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标签 在推特上宣传这项运动 报道称 该运动已广受来自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支持 并在更多西方学校的中国学生社群激起联谊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周三出席 青海省代表团会议时表示 居住在青海的藏人把习近平当作一个神 王国生说 青海省一直跟随毛泽东的教育群众建议 所以结合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对各族群众进行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的教育 王国生说 在帮助民众搬家过程中 我们首先把领袖像挂在了群众的心房里 使群众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 又能感受到党的温暖 群众的感恩之心就会倍增 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领袖像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 他还说 在牧区的老百姓说 习总书记才是活菩萨 这个话说得很生动 路透指出 青海省的藏族人口众多 其中许多是豪牛牧民 中国政府颇具争议地将他们迁入永久性家园 而不是让他们继续传统的游牧生活 西藏人权团体和流亡者经常批评 中国政府不尊重西藏人的宗教权利和传统 并指当局践踏了他们的文化 每年中国的两会 北京代表团都是记者必去之地 尤其早前京城发生疑似驱逐低端人口风波 更是吸引了不少媒体的目光 在开放日现场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都一言不发 更没有回答提问 据新岛日报3月9日报道 为阻止媒体独访 北京团会场外的空间被架起了封锁线 并有安全人员把守不让媒体在会前 会后及会议中接近代表 代表们讨论一个半小时后 大会先清场 让大部分代表离开 只留下十几位代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 蔡奇 陈吉宁并不在其中 据称 在随后的采访中 媒体派出提问的记者都是重量级的 中共十九大代表央视记者王小杰第一个提问 他向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公问关于城市规划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王小杰背景非凡 是典型的红三代 祖父王任仲曾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宣传部部长 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光耀也获得一个提问机会 当他提到 我是第21次参加两会 周围记者不禁赞道 哇 资深记者 这位华裔记者问的是北京举办冬奥会的问题 现场的大部分问题都被北京本地媒体瓜分 涉及到疏解非首都功能、冬奥会、治理雾霾等热点问题 张公表示 未来将继续控制城市人口总量 更有效地利用土地 又指北京未来要维持高质量发展 不能再倚靠低成本产业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已成为北京的重要政治任务 在两会前蔡奇曾到两会驻地检查服务保障工作 他强调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 中国人大正在开会 预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引来现任主席习近平称帝的评论 不只成为全球政治观察焦点 更引爆中国民众反弹 但所有的反对声音都遭到消音 台湾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员徐斯简 在一篇观察文章中认为 最担心习近平称帝的包括 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 以及中国社会的有钱阶级 徐斯简在新新闻的文章中指出 习近平废除连任限制 即便有这么多反作用力浮现 他也绝对不会往回退 相反的 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习近平可能会更加卖力地证明 一直干下去是正确的 按照他最近在国内强加压制 对国际强势的作风 一个没有筹安会的习线元年 透露着让人担心的倾向 徐斯简认为 习近平登上权力顶峰 哪可能回到集体领导 与政敌分享权力 何况 习近平个人集权与宏图 才正要全面展开 怎么可能干完五年就下台 并且让接任人选 天天在身边虎视眈眈 既然19大没有安排接班人 20大习近平怎么可能下来 但习近平欲要彰显 要在世界上伟大复兴的雄心 不止台湾在两岸关系 要更加的谨慎小心 各国也要拉高 对他的提防与警惕 相信在中国国内 同样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有着类似的担忧 包括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 以及中国社会的有钱阶级 韩国当局表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已向韩国总统文在寅担保 未来将不再 以凌晨导弹试射 绕他亲梦 据报道 平壤去年 共进行20次弹道导弹试射 几乎都选在了凌晨10分 文在寅通常会在弹道导弹试射后 立即召开国家安保会议 首尔的官员 外交人员和记者 也因此经常从梦中被惊醒 报道说 金正恩本周 与韩国特使团会面时承诺 不再会打扰文在寅的睡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 引述金正恩的发言 我今天拿定了主意 文在寅总统再也不会 在凌晨被吵醒 路透社引述 韩国政府两名消贤士的话说 朝鲜领袖金正恩 本周在平壤 以烧酒和冷面 款待到访的韩国特使团时 从拿自己在国际媒体的形象 开玩笑 要求匿名的青瓦台官员说 金正恩在会谈上 轻松地评论国际媒体 对他的看法 该官员说 曾多次被美国总统川普 称为小火箭人的金正恩 非常清楚他在媒体上的形象 并不时以此开玩笑 韩国官员透露 金正恩在会上 并未展示任何不满情绪 反倒先谈论敏感课题 包括韩国和美国 为冬奥会而展颜的军演 访朝团的其中一名成员说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文在寅政府 为韩朝关系所付出的努力 有了回报 金与正在平昌动奥会期间 作为金正恩特使团 率朝鲜高官团访韩 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君 3月9日评价金与正称 朝鲜有他这样性格的人 值得庆幸 他说 在和金与正对话时 他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虽然身负重任访韩 难免承受压力 小心拘谨 但不露声色 始终一贯保持笑容 虽然他自称不善言辞 但表达自身意见时 却有条有理 畅所欲言 赵明君还说 君与正同朝鲜高官们 谈话时 也表现得落落大方 相信今后 在朝韩工作关系 对朝鲜对外工作方面 金与正一定能发挥 重要的作用 感谢大家收看 旺维独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万维独指网